大家好,我是Jason Mail 近年來,在幾間科技巨頭的帶動下 刷題面試逐漸成為軟體工程師的面試標配 雖然這樣的做法存在不少爭議 但為了糊一口飯 下面們嘴巴上說不要 身體倒是挺誠實的 終究還是得硬著頭皮 日以繼夜的刷題 要不然要怎麼樣呢? 究竟這樣變態的科舉文化是如何演變至今 而手無寸鐵的我們 又該如何在險惡的環境當中求生存 今天就讓我用16分鐘 以略懂略懂的精神 來理解這類刷題面試背後的脈絡以及準備方向 要理解刷題文化的行程 我們得先回到過往年代 當求職者想進某間公司的某個部門 就去面試那個部門 由部門成員單任面試官 除一些部門內部會用到的相關技術問題 一輪面試流程下來 雙方看對眼就錄取上攻 一言不合就歇血再聯絡 就是這麼簡單 然而隨著公司的成長 可能會有N個部門同時開削 而求職者大多也會採取亂槍打鳥的策略 同時嘗試面試多個部門 這時如果使用過往的做法 一個求職者就會需要經歷N次的面試流程 面試到一半就被榨乾了 同理 一個部門也會需要面對N名求職者 當N大到一定程度 基本上整天光面試就飽了 大概也不用做正事了 該做的事都沒有做 一言以必知 傳統面試制度的複雜度是O的M乘以N 在M和N都很大的情況下 對於求職者和公司來說 都是相當沒有效率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大公司開始發展出另一種面試架構 由一個中心化的招募委員會 Hiring Committee來統籌面試 每位求職者只需要跑過一輪面試流程 就會產出一個標準化的面試結果 只是Hiring Committee在拿著眾多的面試結果 針對求職者和部門之間進行媒合即可 如此可以把複雜度降到O的M加N 算是一個較有效率的解法 即便如此 對於熱門的大公司 M通常還是會大大無法消化 因此在進入正式面試之前 先安排個簡單的Fore Interview 或者線上測驗快篩一下 也算是當前業界常態 但這又產生另一個問題 不同部門對於技能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樣 要如何兼顧不同部門之間的需求呢? 放眼望去,我們不難發現這些需要的技能當中 有一些重疊性較高的普世基本技能 像是寫程式 而寫程式的基礎正是資料結構演算法 既然如此 不如就統一考資料結構演算法吧 於是 基本的刷題文化雛形就此成形 資料結構與演算法 就像解決一道問題的兩個維度 角度的解法的運算時間與儲存空間 而刷題面試 基本上就是在考驗求職者 面對一個問題 能否在眾多資料結構與演算法的組合當中 找出合適的解決方案 因此 刷題面試的準備重點 不在於刷了多少題 而是要盡可能去理解與熟悉 各種資料結構與演算法的原理和套路 就像拼拼圖一樣 針對缺少的部分去加強彌補起來 如此一來 一旦充分掌握了整面拼圖 考題再怎麼變化 就都能見招拆招了 既然完整的拼圖如此重要 那麼到底有哪些範圍需要準備呢? 關於拼圖的範圍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定義 以下 我將使用自己的理解方式 針對資料結構與演算法分別簡要說明 資料結構 顧名思義 就是儲存資料所使用的結構 正如居家收納 好的收納方式 可以讓物品井然有序 取用時方便又快速 反之 凌亂的收納方式 當想要從中找出某件物品時 就得大費周章了 同理 資料結構 就是程式執行過程中 資料被收納的方式 同樣的一堆資料 用不同的結構儲存 就會帶來不同的優缺點 進而左右資料存取的效率 就像物質都是由元素周期表上的基本粒子所組成 資料也可以想像成是由許多基本粒子所組成 我們把這些資料原子稱為基本類別 primitive types 要深入理解資料結構前 我們必須先熟悉這些基本粒子的特性與用法 以C++或Java來說 都有各自定義好的primitive types 至於Python 嚴格來說並沒有所謂primitive types的概念 但實務上 我們還是會把Booling,Integer,Float,String 視為primitive types 而針對這些primitive types的運算 基本的加減乘除都很直覺 不需多做解釋 比較要花心思去熟悉的是位元運算 其中又以XOR最值得關注 相同為0、相異為1的特性 常用來消除重複出現過偶數次的資料 在程式當中 primitive types除了能單獨使用之外 還能任意組合打包成class 而primitive types with class之間 又能再任意組合成新的class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能建構出任意形式的單位資料 而一旦資料開始多了起來 我們就有收納管理的需求 就需要版主資料結構了 以下將依照array類型 與指標類型這兩大類 依序介紹常見的幾種資料結構 要收納資料 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將資料放入固定格數大小的櫃子當中 當我們要存取第幾格的資料 就直接打開那一格櫃子 放入或取出資料 在程式裡面 我們稱這樣的結構叫做array 有時候 我們會希望存放資料的櫃子 具備某種神奇的能力 能依照需求動態增加或減少格數 當新資料來的時候 就在想插入的位置動態 創造一個新格子來裝新資料 當要移除舊有資料的時候 就把相對的格子銷毀 在程式裡面 我們通常稱這樣能動態增減格子的結構叫做list 基於list 我們就能實現queue以及stack 其中queue就像消化系統 先進來的先排出去 也就是first in first out 簡稱fifo 常用來輔助任務排成 讓先來的資料依序優先被處理 反之 stack則像嘔吐一樣 後進來的先排出去 也就是last in first out 簡稱lifo 常用在程式語法驗證 或者韓式呼叫時 當前變數狀態的暫存 前面提到 基本的array能夠快速存取編號0-n-1的櫃子 那有沒有一種非數字索引的櫃子呢? 要做出這種櫃子其實不難 只要先將非數字的key 經過某種hash運算之後 再取n的餘數 就能套回基本的0-n-1的櫃子了 這樣經過擴充的array 就可以拿來實現dictionary或set 以同等array的存取速度 存取非數字索引的資料 實務上 dictionary或set 是以空間換取時間非常好用的結構 在需要提升效能時 往往可以先從這個方向嘗試看看 前面提到的這些結構 概念上都可以歸納為array的延伸 然而 現實生活中還有許多較為複雜的資料 包含組織架構、人際關係 各種人或事物之間的連結等等 都需要更為複雜的指標類型的資料結構來收納 而這些資料結構都是透過建立節點cast 以1到多個指標來指向其他節點 來維持節點之間的關係 linked list 是這類指標結構當中最單純的一種結構 由一個節點串連到下一個節點 以此類推 tree 則更進一步有一個根節點 向下延伸1到多個指節點 再延伸下去 就像一棵樹的樹枝不斷分岔出去 tree 有許多變形 在此舉其中兩種實用的tree結構作為例子說明一下 heap 是一種能快速取得最大或最小資料的tree結構 透過巧妙的插入與刪除規則 總是能讓整棵樹當中的最大或最小值維持在根節點上 tree 是一棵字點樹 常用來解決prefix 相關的應用問題 像是搜尋的 autocomplete 或是拼置錯誤檢查等等 相較於 linked list 和 tree 在節點上 有某些規則要遵守 graf 則完全沒有任何限制 任意節點之間都能任意互相連結 因此節點之間可能形成環 或者一個止節點可能會對應到兩個副節點等等 關係再複雜都能套用 總而言之 這條結構大致可以依照 array 和指標為主軸 各自發展出許多實用的結構 熟悉這些結構的原理與特性 我們就能針對不同特性的問題 靈活挑選合適的結構來存取資料 輔助演算法做最有效率的運算 演算法 廣義來說就是解決一道問題的方法 例如老舊建築的都更問題 正規演算法就是找地主戶們主意溝通 這通常得花上數十年的時間 換一套演算法 也可以想辦法讓它變成圍樓 馬上就能都更 同理 我們也能使用不同的演算法 以不同的效率來解決同一道程式問題 其中 最基本 也最常被拿來展示演算法效力的 就是排序演算法 在此我們就舉兩種常見的排序演算法為例 從中理解時間複雜度與空間複雜度的概念 並感受一下其中的差異 Selection Sort 最為直覺 針對一個Array 從中挑出最小值放到最前面 再從剩餘的資料挑出第二小值放到第二順位 以此類推 直到所有資料都依照順序由小到大排好 由於每輪都要走過所有剩餘資料 整體就需要進行 N加N-1加N-2加到1 也就是N乘以N-1除以2次比加運算 當資料量越大 整體運算時間就會以N平方的趨勢成長 假設處理1000筆資料需要1秒的時間 處理2000筆資料就大約需要4秒 3000筆資料就大約需要9秒 以此類推 所以我們會說 Selection Sort 的時間複雜度為O2 就儲存空間而言 由於Selection Sort 只在Array內進行資料交換 不需要額外的儲存空間 所以空間複雜度為常數O1 Merge Sort 則是透過Divide and Conquer 分而置之的概念 讓相凌層對的資料兩兩合併為有序的小陣列 再將小陣列兩兩合併為有序的中陣列 以此類推 直到最後形成完整排序過的完整陣列 如此一來 只需要經過LogN層的處理 就可以完成整體排序 而每一層總共也只需要N次的比加運算基金合併 因此整體時間複雜度為O2 相較於Selection Sort 的O2 當N越大時 Merge Sort 的整體運算時間 會很有感的比Selection Sort 少很多 就儲存空間而言 由於Merge Sort 在進行每一層合併時 都需要額外配置N的儲存空間 來存放上一層合併的結果 因此空間複雜度就是O2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只有兩種演算法可以選擇 在一般情況下 考量時間複雜度 我們可能會選用Merge Sort 來節省運算時間 但如果是在記憶體很小的裝置上 考量到空間複雜度 也許Selection Sort 才是能讓程式順利運行下去的好算法 而除了以上兩種排序演算法 其他幾個有名的排序演算法 也都是Fone Interview 當中常見的考題 建議都能花時間稍微略懂一下 針對排序過後的Array 要尋找其中一筆資料的位置就容易多了 我們只要拿目標去比對位於中間位置的資料 如果比它大就只需要再找右半邊 反之就只要再找左半邊 以同樣的邏輯 每次少掉一半的搜尋量 我們就能在Order logN的時間內找到目標位置 這就是著名的Binary Search 二分搜尋演算法 有時候當我們需要窮取多筆資料的排列組合 就需要用到回溯法Back Tracking 將某一種排列可能展開深入處理 然後回復原狀 再逐一展開下一種可能 以此類推 在有時候 當一個問題能被分而置之 Divine Conquer為指問題時 我們就能用動態規劃Dynamic Programming的技巧 有基本條件不斷疊代上去形成最終答案 這樣做得精髓 所以把指問題的計算結果都給Cache記錄下來 當計算過程中重複遇到同一個指問題時 就不需要花時間全部重算一次 其中就有TopDown以及ButtonUp兩種解題方向 舉一個經典題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為例 從TopDown的方向 我們可以從後面來 比對兩個字串的最後一個字元 如果一樣就加1 然後繼續比對剩餘的兩個字字串 如果不一樣 那答案值可能會是去除其中一個字串的最後一個字元 再和另一個字串比對的結果之一的較大值 而當其中一個字串是空字串的時候 答案就一定是0 最後加入Cache機制 把每一層指問題的結果儲存起來 供後續疊代利用 就完成了TopDown的實作 反之 從ButtonUp的方向 我們可以先把Cache表格建立起來 用相同的邏輯 從兩個字串的第一個字元開始比對 依序把表格內的值給迭代填滿 也能得到一樣的結果 以上大致是針對Array類型結構 常見的幾種重點提形與思路方向 以下則是針對指標類型資料結構的重點提形 針對LinkedList 重點在於如何妥善運用輔助指標來達成目的 舉兩個基礎題為例 List反轉以及尋找終點 關於List反轉 從頭節點開始 使用前中後三個輔助指標 以逆時針方向更新指標 然後再依序一個節點一個節點的反轉下去 最後回傳前指標指向的節點 作為反轉過後的頭節點 其中要特別注意指標更新順序 隨時都要抓住反轉的左右兩側 以免發生斷頭悲劇 尋找終點則需要一快一慢兩個輔助指標 讓快指標以兩倍於慢指標的速度前進直到結尾 最後慢指標就會處於終點位置了 這樣快慢指標的想法 也能用在偵測回路 或者其他變形體當中 針對Tree 必須熟悉的基本功則是訪問節點的方式 包含深度優先搜尋DFS 以及廣度優先搜尋BFS 深度優先搜尋DFS 就像是一條繞著樹外圍走一圈的路徑 以Binary Tree來說 有時要在往止節點走之前先做點事 叫做前序便利 有時要在止節點之間做點事 叫做中序便利 有時只要在走完止節點之後才做點事 叫做後序便利 不同的便利方式就會得到不同的節點處理順序 廣度優先搜尋BFS 則是一層一層的分層依序處理節點 實作上是把當前節點的止節點依序塞入Q的結尾 再從Q的頭部依序取出節點來處理 直到Q空了為止 基於這種一層一層向外擴張的特性 通常我們要尋找最近節點或兩節點之間的最短路徑 就會使用BFS 而Dender Graph 甚至是二維或多維的Array 也都能以相同的方式去遊走在節點之間 差別只在於需要額外記錄走過的點 避免走過的點再重複走過一次而形成無窮迴旋 以上整體大都圍繞在技術面的準備 而面試過程當中 還有許多小美感 都快要先釐清問題 我想要把這些關係釐清 才能夠做一個負責責任的決定 或是先提出一個能動的解法 再來想辦法優化 我說那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 能夠來處理這問題 大家都可以提出來 或是解題過程中試著把想法大聲說出來 講出來 等等 都是老生常台的小技巧 在此就不深入討論 不可否認 刷題面是這樣的科舉制度 絕對無法考驗現實工作當中所需的所有技能 更不用說要考驗出品德、責任心、領導力、創造力、使命感等等 這些更為重要的人格特質 同時 刷題面試也勢必存在雙標的問題 畢竟針對同一道題目 不同的考官 主觀上對於解題的要求與標準 就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在考試要有鑑別度的時候 對於所有的考生來講 大家關心的就是 閱卷到底公不公平的問題 按照你們現在目前的規則 你們允許老師的兩個老師之間的差距 在總題分100分裡面 一個40分 一個10分 那我想任何 能夠進行合理判斷的人都知道說 這兩個分數是天跟地之間的差別 那為何在現在的規則當中 我們還繼續容許它存在 這樣子的規則沒有改正的必要嗎 而不同的出題難度 不同的出題方向 更是難以掌控 也都可能造成誤判 因此有些公司會傾向採取一種 寧可錯殺100不可放過一人的策略 藉由增加面試關卡 提高錄取門檻來避免誤判情形 畢竟請神容易送神難 放一個不適合的人進公司的代價太大了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沒錄取才是常態 其實要是在哪裡跌倒 就在哪裡躺好的話 比賽就結束了 從求職者的角度而言 能做的就只是自立自強 盡可能的把完整拼圖給刷好刷滿 真信本件 總是在失去後才懂得珍惜 總是要被電過才開始努力 所以 沒事多面試 多面試沒事 也是一個讓自己認清現實 進而採取行動的可行作法 把正面試不用錢 藉由多方的實在面試 測出自己所缺乏的部分 持續加強努力 在遭受打擊與反省加強的循環過程當中 失敗了 他又起來了 失敗又起來 這個失敗是很常見 自己的能力與視野 勢必也會逐漸提升 對自我質押發展總是有意無害 最後祝大家面試順利 滿手offer 錄取心目中的理想趣味